原小女25岁四川人 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现代舞专业 哈喽大家好 我叫原小 我来自四川 那因为我是我们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 所以我叫原小 但是我的同学们 还有那个朋友们都叫我原大哥 今天我想来找一份关于运营管理 或者是营销一类的工作 然后还有如果说各位boss 如果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岗位的话 也可以向我推荐一下 因为我除了舞蹈行业 没有做过其他的工作 谢谢大家 好的 欢迎原小 首先请教马瑞一个问题 那个原小年纪很小才25岁 但是我感觉他抹的这个口红很深 有一种高冷的感觉 这是什么风格 这种口红的颜色呢 如果在求职现场 应该就是死亡禁忌色 就是 为什么呢 这个颜色是最不显肤色的口红颜色 所以显得整个人是特别丧的颜色 对 所以就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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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好奇啊 原小 我只是好奇 因为我觉得你抹那个很深色的口红 有一点 有点高冷 有点远距离的感觉 原小啊 毕业多少年了 有一二三四 五年了吧 现代舞专业 喜欢跳舞是吗 对 在大学时间 有没有做过代课老师 或者是做过商演 做过 做过很多 我上学的时候一直是在做这些 从自己一个人去代课 然后加商演 然后后面带着我们班的同学们 一起去接这些东西 到后面自己去带队 接一些车展呀之类的 你是四川哪里 我是四川八中的 我们家是在大山里 我的名下有三座山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我有两个姐姐 然后我是老三 我是最小的 考出来挺不容易的吧 我是家里边最小的 所以可能也比较惯着 然后我自己想学什么专业 就能够学到什么专业 虽然说家庭条件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还是 父母还是很支持的 但是我大姐二姐可能会比较 你们家条件应该很好啊 你刚才说 你们家有三座山 你名下有三座山 可是如果这三座山 要是在北京的话 那就特别完美 我们那边 我们家的山市 在我们老家 那是真正的山 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通路的那些 你家有三座山的 这是什么个逻辑 这我觉得可能我们老家 就像北京人会有 名下至少会有一套房一样 就是老家 国家给分配的 给分的吧 我想问一下 你两个姐姐也是大学毕业吗 我二姐是大学毕业 然后她是学美术的 我大姐现在是读博 还在读书 在你的老家 应该也有一些重男轻女吧 其实我们家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 要不然也不会生三个归宇 那为什么没有生到第四个呢 生不起了吧 对 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也问过我妈呀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 我们三个都问过 冒昧地问一个问题啊 袁晓 您是原生家庭吗 不是 和家里生的都是三个女孩 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吧 但是我妈现在就很庆幸啊 她经常跟我们说 还好我那时候生了三个闺女 她很骄傲的 什么意思 就是 读书必须要独立 所以也很感谢她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的吗 在镜头前 妈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带你来 因为 但是昨天过来的时候 发现土雷老师不在 所以我说算了吧 因为我妈是土雷老师粉丝 但是现在今天 真的一句 多少句谢谢 都没有办法表达我心里面的感受 真的 好